歡迎來到最上映的消息 日前在自己看說記得 當時中秋節症的戰備狀況 NF-16戰機在6分前來經濟起飛 海鷗救護直升機調達救人 展現非常精實的戰力 NF-16戰機經濟起飛 當境界臨時興起 飛行官和相關地勤領管 算數定義主義 飛機要完成相關設定 並正在拋著起飛 整個過程在6分前來完成 好 現在飛旋戴上我們的頭盔 開始做我們機內的檢查 好 現在2號機進跑道開啟 1到5段的AB後輪器 25000磅最大推力 2號機進跑道開啟 連對上位飛行官施順德標示 F-16戰機讓在6分前來檢查起飛 攔截或驅除不明飛機 而且F-16是全天候戰鬥機 任何天氣都要起港 對空任務是讓為台海安全 讓人掛載飛機 而且又有三進的雷達 向外線定裝備 對台形是有很好的戰鬥能力 一下令我們是能夠在6分鐘內緊急起飛 然後起飛到高空 攔截所有的不明機 驅逐所有的不明機 6分鐘內可以緊急起飛 好 我們F-16戰機 它主要強項它是全天候的戰鬥機 所以是不管怎麼樣的天氣 我們都是能夠起降 那再者F-16是全天候 我們剛剛全天候多功能 那它除了對空也是能夠對地 那目前我們主要的任務的話是對空 就是防禦台的安全 那如果當要對地的時候 它除了掛載先進的飛彈 那它還有許多的對地的炸檔 需要由海鷗救護直升機 進行調拐安全 是一定有第三機 因為高山正需要救援 在生機開口行動 由救護人員對港口臺民 做會從第三機的救援 將有在生機 人對上後進展主任社勤管之次 安排動態電視就是 變成真實的戰力 今臨並無價值 要向過年過節 部隊一定有準備人員留守 更受降位 飛行員這個休假 不是說我們一般外面講的 這個下班就放假 它是全天戰備的 晚上20小時都有戰備 我們講10小時30分鐘 就是太陽在地平線下6度的時候 飛行員已經準備好在這邊了 就是說如果說4點多的話 他們準備好準備可以起飛的 天還是黑的 大家還在睡覺 那等到天黑之後 有另外一組人來分布做換班 這是我們一個待命的情況 全討每個機場 都有按照每個月的輪序 去做一個警戒待命機 你感到最上空間機台 在中秋節前對我電視 並是正比負能性格 沒有一台F-16戰機 都藏在碉堡裡面 飛行員在24小時太平 只要收到命令就快速定義 我們在外面在港電 民陣兩上等很正力 也看到飛行員 並是很近的辛苦 剩心空鏘和最上香 採訪不得